构图是什么 我决定去拍一张照片了 这个人物我是从正面拍还是从侧面拍 仰似还是俯似 同一张人物照片 人物位置高一点还是低一点 左边一点还是右边一点 它们会有很不一样的效果 你在画画时同样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我应该画在什么位置上 画多大的比例 大家一起在画室里写生 每个同学截取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他们画出来的效果也会很不一样 当你已经决定好要拍什么 或者画什么的时候 你会开始思考 我要从什么角度去观察它 把它放在画面上的哪个位置 主角应该是在画面中的哪个区域 占据多大的面具 到底怎样摆放才能够更准确更好看 这个过程就是构图 那我为什么要去构图呢 毕竟传说人物摄影有三个关键的要素 那就是模特模特和模特 是的 只要它长得足够的帅或者漂亮 你怎么拍都好看 显然很多画家和摄影师是不认可这一点的 他们会觉得自己在某一个瞬间所看到的那个画面会更好 他们认为有一个决定性瞬间的存在 会使得某一刻某一个角度所观测到的景象有特殊的意义 比如这张名为偷窥的照片 摄影师没有选择两个人都正在偷窥的那个场景 而是选择了前面这个人物回过头来 看到自己被摄影师发现 露出了惊恐表情的那一个瞬间作为定格 这个被发现的瞬间才能证明偷窥的隐私性和道德含义 摄影师认为这个瞬间是比其他瞬间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 这就是决定性瞬间 这是著名摄影大师布列宗的核心概念之一 作为即时摄影的关键人物 他的这个概念几乎是所有写实画家和即时摄影家 内心里不言而喻的共识 你很少能从一个写实画家的嘴里听到 我画画就是在单纯的模仿现实之类的这种言论 他们会和布列宗一样告诉你 他们在呈现一种更本质的东西 他们画出来的或者拍摄下来的 是比现实更真实更深刻更神秘更美好或者各种更什么的 总之它是超越性的 绝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复刻 这种价值观就是构图诞生的原因 他们相信艺术源于生活但又超越生活 如果眼前看到的就是绝对正确的真相 那么画家和摄影师何必去构图 也就是说通过对位置的经营或选择 我们是可以在这个连续发生的事件中 找到一个动画上所谓的关键真的 那个瞬间的画面能够代表这一段事件的特性 或揭示这个事件的原因和结局 所以布列宗说 拍照是在同一个瞬间既认清一个事件 又对视觉上感受到的形式进行严密的安排 以恰当表达表示该事件的意义 也就是说有那么一个瞬间 这个画面中的几何形式美感 会和这个事件本身关键时刻高度同合 从而和这个事件的意义融为一体 这张照片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一个瞬间 和黄军比例的分割达到了完美融合 而布列宗在这一刻按下了快门 这种视觉构图形式结构是一种很理性的设计 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的很多绘画雕塑建筑中都见过 在这本设计几何学关于比喻构成的研究一书中 有大量的暗地展示 除此之外 在绘画里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构图组合 它们多以规则几何形组合的方式呈现这种构图的秘密 在绘画中 这些构图是刻意地用了长时间的操作来精心布局的 这是蓄谋已久 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排列或位置来经营它们呢 我在之前的一个视频里说过 这是因为当你在长久地进行构图这个活动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世间的一切不过是要素的堆叠和排列 而把它们放在什么位置上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于是你逐渐意识到了这些位置和比例背后本身不过是一个数学游戏 一切形式美的背后都有一个数学在后面做支撑 人类的美感当然不仅仅是只有0.618这一个黄金分割数 还有很多种可能 艺术家和哲学家们都在探索着诸多的排列组合 刚才画面中的那些排列方式就是其中一种常识 它们未必是正确的 很显然 它们是经过了精心的思考的 而在即时摄影中 你无法摆拍 你面临的是直接了当的生活本身 所以这些构图只能不期而遇 即时摄影难就难在这一点上 虽然摄影不用像画画那样麻烦的去把画面描绘出来 但留给摄影的判决只有那么一个瞬间 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不论这个构图判定的时间是长是短 这都是视觉艺术中无法回避的关键技术问题 那么目前的摄影家和画家们是如何学习这种构图能力的呢 在摄影界比较出名的构图书有不少 比如这本豆瓣评分很高的摄影构图学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印刷技术还不够发达 而且当时摄影界的主流审美是黑白摄影 所以里面的案例都是印刷的非常模糊的黑白照片 推他的人很多 我也产生了浓烈的好奇 因为很多摄影和绘画构图学的书评分都不到7分 那这本书的核心逻辑其实和大部分平面构成的书区别不大 他希望摄影家能够以图像的视角来观察事物 不再去在乎这个视野上拍摄的东西是什么 而是纯粹的去观察它们的形状 线条 明暗 质感和立体感 他把一张摄影照片的核心视觉要素分成了这五个 对 没有色彩 那现在很多平面构成的书里面加上了这个部分 这就有六个要素了 有的书则把它们分解成点线面和颜色四个要素 但不管它们怎么分 它们其实都是在企图告诉大家 所有的图像抛弃其内容和含义 它们不过是一堆图像要素而已 就像在电脑上的勾批机图片一样 所有的图片不过是一堆正方形的马赛克 优秀的四节艺术工作者 实际上是对这些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和取舍 当然是这些书的作者这么认为的 实际上很多艺术家完全不是这么想的 因此这些构图类的书籍往往会为你总结出各种图形要素在情感上表达的含义 它们会像康敬斯基一样采取一种非常主观的判定语句 比如说 竖向的直线代表力量 庄严广大 横向的直线代表平衡辽阔 平静 倾斜的直线往往代表运动等等 又或者红色代表什么 黄色代表什么 总之这个固定的语句范式就是某种视觉元素及其特定的组合方式代表着某种含义 这是什么意思 这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图形的语言含义 就像我们说话写文章是在用语法将这些文字组合在一起表达了我们的想法一样 平面构成和构图的书里面大部分讲的其实就是图像世界的单词含义和语法 只是每个摄影家或者画家在他的书里拥有他自己一部分特定的单词含义和语法 所以这些书看下来你总会有一种他说的很有道理和完全没有道理的感觉 这是非常正常的 就像我之前的视频里说的一样 绘画和摄影这些四节艺术协问 就像一个牛顿还没有诞生的物理学一样 没有那么一个牛逼的大一统理论 能够说服大部分艺术家和观众 如果你要看这些书 正确的状态就是多看 但是不要把某一本书里面说的当成真理 而是广泛的浏览 你慢慢的就会有一些自己的判断 你会逐渐发现大家普遍都认可的那些图形含义是什么了 但是我了解了这些直线或者几何形和颜色有什么含义之后 我就会用了吗 我就会知道怎么去构图了吗 不会 在实际操作中 如果你每一次画画的时候都在想 我要用什么颜色 用什么线条 它们有什么样特殊的含义 要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那会很累 会使你的绘画体验变得很难受 你很有可能画出一个令自己感到非常糟糕的奇怪画面 即使这个画面中的每一个细节在逻辑上都是成立的 那些喜欢现场写生的画家 相比于室内创作的画家 他们会更清楚自己是不可能谋划这一切的 如果摄影师也这么去想构图 那他早就错过那个决定性瞬间了 因为等他想清楚的时候事情已经结束 那么他们是怎么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做出那个正确的选择的呢 根据我看过那么多艺术家的传记和纪录片 近100年来的纯艺术家倾向于是感觉 18世纪左右的古典艺术家和现代许多职业插画师会告诉你 主要是靠学习前人的经验和套路 这只是倾向 总体来说他们的共识是感觉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往往都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 感觉来了就画出来了或拍出来了 那是一瞬间的直觉做出来的判断 看上去有些矛盾 但实际上是一回事 只是大部分艺术家们都不是优秀的语言表达者 所以他们用文字或语言传达他们的信息时 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 你必须结合他的人生和作品来看 他的言论只是他作品的部分注解 我们首先得清楚 艺术家们的直觉是什么 其实就是自动化的下意识判断 由于运算量过大 速度过快 远远超过了语言的承载效率 那一瞬间的判断 如果要用语言把它说清楚 可能要写一整本书 所以大家说不清楚了 只能笼统地将它归纳到感觉中 那下意识的判断是怎么诞生的呢 一部分是基因导致的本能判断 而像构图这种 那就是后天学习所得了 就像小孩子学习走路穿衣服一样 他们一开始是不会的 是需要用大脑思考的 当父母教的次数足够多 练习的时间足够久以后 穿衣服走路就变成了自动化程序了 每一个环节都成了条件反射 熟能生巧的好处就是降低了大脑的能耗 可以用极低的成本做出相对较好的效果 所以画家们和摄影师们也是一样的 除了极少部分天生的 大部分是在长久的学习中沉淀出来的 当你看过画过拍过的作品足够多 里面尝试过的构图种类足够丰富 练习的时间足够长以后 你对图像背后的构图要素就会十分敏感 你会一眼就感觉到 剪前这幅景象的构图框架 你会从过去的经典案例和自己的尝试经历中 立马提取出那个模式 不 甚至你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构图时 你的直觉就已经捕捉了 但你的意识还来不及反应时 你就按下了那个快门 等你回过神来 你心中会说 对就是那个感觉 以前费尽心思都得不到的效果 现在一下子就得到了 于是你兴奋的说 感觉来了 当你想要继续的时候 你会发现 怎么又不行了呢 不论怎么拍 怎么画都没有刚才那个感觉了 在我刚才这个描述中 其实涉及到了直觉的生成基础 和运行模式的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了 直觉本质上是熟能生巧 是量变积累的质变 所以很多艺术家都说要练习 许多街拍大师也说 拍出好照片的唯一诀窍就是多拍 那就是这个原因 量不够你就不会有灵感 你还在笨拙地使用主动思考进行练习呢 它都还没有成为自动化程序 怎么可能调动直觉 直觉的运算效率是远远超过思考的 不过许多艺术家并不懂得如何有效地培养自己的直觉 他们只是在不停地使用自己的直觉 他们往往在年轻时机缘巧合之下系统练习时 沉淀了一部分自动化程序 储藏于直觉系统中 当他因为某一次成功地使用直觉后 就不停地想要重新回到那个状态 这其实是在伤害自己 因为直觉或者说灵感 是不会在你想要的时候到来的 越想要越不会来 直觉的本质是无意识行为 当你有意识地想要去运用的时候 就不是无意识的状态了 此时你的大脑已经在有意识的这个程序状态里了 在这本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中 作者丹尼尔·丹尼特就描述了直觉的高效和运行特点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他非常好的点名了直觉是不自知的这个特点 我们的意思是为目的和欲望服务的 当你在这明确的目的去行事时 你是无法进入到无意识状态中的 心流就是无意识状态中的一种典型情况 当你做一件事情很投入的时候 你就会忘了目的 忘了自我 直觉就开始启动了 很多人非常羡慕布列松 为什么他总能够拍出那么有感觉的照片 为什么他总是能在合适的地点 合适的时间出现 这是因为布列松没有把摄影的意义赋予在结果上 而是赋予在过程中 他说对我来说摄影也是绘画的一种 它还包含着一种对时间的永恒抗争 你看着事物消失 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 当我拍一个女孩的时候 我不能说再微笑一下 因为他已经结束了 重点是这句对时间的永恒抗争 他拍照是对抗时间 对抗永恒 永恒的是什么 永恒的是消失 泯烈 是无数个瞬间 他的记录过程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抵抗 这是他必须做的事情 有的人会说 我拍照绘画是为了传递什么概念 承担什么精神弘扬某种意义 这就是对结果的执念 一旦你这么想 就很难进入到直觉的世界里了 所以布列松说 摄影什么也不是 看才是一切 这是极其深刻的重见 他意识到了过程就是一切 结果只是一个虚妄而已 尤其是执着于证明自我 布列松说 对摄影的态度应该如此 诚实 而不要试图去证明这是什么 我对自由的感觉亦如此 一个包容所有变化的框架 显然这是佛教禅宗的根本 我们生而在有巨大的力量 并终将忘记自我 简单来说 如果你已经入门了 学了不少知识 那么干就完事了 在干的过程中 不但能把知识变成自动化程序 成为直觉的一部分 而且在做的过程中 一旦专注进去 也会有概率触发心流 在心流中你很容易忘了自我 忘了自我就会忘了目的 取动直觉程序的概率就变大了 所以春上春书 一直保持着非常规律的作息 非常稳定的写作频率 它会在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地点 坐在书桌前进入写作 因为你不写 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这就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的状态 他懂得如何滋养自己的直觉 但如果你并没有系统的 学习过摄影和绘画的 专业技术知识 只是单纯的 不停的在拍或者画 那这可能只是低水平的重复 你也许会由于 个人的特殊经历和体验 走一些狗使用 偶尔创造出一点经验的作品 但你很难持久的创造杰作 你没有持续的将新的知识 进入到你的直觉程序中 你虽然进入到心流了 但脑海里的技能和知识 太匮乏了 触发更有效体验的概率很低 在今天这个时代 字节艺术领域的风格 探索的已经很完善了 颠覆式的创新 几乎不会再发生了 概率已经很小 能做的是将过去的要素 重新组合起来的组合式创新 这就需要你对过去的知识 和案例有更系统全面的训练 这样做 你才能够将那些东西 储备为自己创新的弹药 实际上 我并不想用创新这个词语 它意味着要和别人不一样 这里的重点是 当你知识储备足够丰富 而练习又足够久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你进入直觉程序时 你的选择很丰富 你能够在当下的感受中 把握住更多细微的机会 记录更符合你当时感受的内容 那种真实感和细腻感 是非常动人的 傅列松说 好的片子和平庸的片子之间的 差异是极小的 仅仅是好理之差 但失之好理 差之千里 我不认为照片之间 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也许正是因为 这小小的差异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小小的差异 需要极大的努力 才能在日常的直觉实践中 去捕捉那个瞬间 它是那些刻意进行创新的作品 远远比不了的 这种东西才会成为经典 它引发的是 所有人在进入心流状态时 进入直接体验时的那种 真如本性的功能 所以构图的知识 不仅要学 更要念 这份书单 是我看了许多构图相关的书以后 筛选出来的质量相对较高的书 大家可以慢慢来学习实践 不必执着于随时正确答案 因为真正的答案在实践的过程里 技巧和感觉是不同图的 它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我是喜欢分享绘画问题和知识的维维老师 觉得有帮助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